家庭八点档转转发现爱 你是不是个爱漂亮的人 你会不会很喜欢打扮呢 我妈妈说从小 当我知道什么叫做穿衣服以后 她就再也没有帮我挑过衣服了 是的 她说我穿衣服非常的奇怪 而且呢我的很多的造型 她完全看不懂 但是我认为我是一个时尚的表征 我是一个流行的引领 好 这个开场不知道各位能不能接受 但是其实我真的很爱漂亮 今天的来宾们都是一样 他们会注意现在当下 最时尚的风格是什么 他们在自己成长过程当中呢 都有许多很精彩的照片 让大家看一看 像当年的流行跟现在 所谓的一些引领风潮的 是不是都有一些雷同 因为他们说其实流行就是一个巡回 对 今天来聊这个最潮的话题吧 欢迎今天的来宾 第一位我们称他为最潮的时尚台客 蓝波老师 你好 大家好 我家也是住戏子 那个地方也是最潮的地方 挺好的 厨师机很重要 是 继续欢迎最具时尚女性代表的蔡一帆 大家好 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 我不堪回首的过去 真的 好 谁没有过去 对不对 好 最美丽经典的时尚妈妈布莱妮 哈啰 大家好 我就是无论如何 要比我女儿更漂亮的妈妈 一定可以的 好 清秋于蓝 然后蓝还是胜 对 胜下蓝 对 不 后面都不用讲 好 好 好 来 我们欢迎 我们帅气型男牧师最帅的 严敬周牧师 大家好 莲敬姐好 我想因为我认识太多牧师了 其实我跟你讲 私底下来你真的最帅 其实 真的 可是其他牧师做这我也是 都是帅 都是帅哥 好 继续欢迎是我们服装设计师 欢迎高小娟 哈啰 大家好 最厉害 小娟好 小娟好 小娟曾经是我们圈内许多 知名艺人的造型师 大咖 谢谢 没有 这个吴宗献都是曾经有 对 谢谢 然后呢 他觉得还是自己做设计师 比较快乐 对 就是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 上帝安排 跟献哥无关 来 我们要先进行一台这个 我跟你讲 聊这个话题很快乐 太快心了 我跟你讲 聊流行 好 请问你自己自认识一个 喜欢跟流行的人吗 如果你觉得你是情取圈 不是情取X 我喜欢 我爱 男生都这么 通常女生应该都是爱吧 爱 对 我觉得我这次有一个 我跟他们讲的有点出路 你们是喜欢跟流行对不对 不好意思 我们是属于创造流行 好重 好重 对 信中咧 你也一样 对 请放下 好 那你今天介绍一下 今天的打扮 这是什么 其实这个 这种布料的格 就是说以前很流行 千鸟格的方式 然后有一点点 一节一节 那之前是在那种百折群 妈妈的那个身上才会遇到 像现在很 现在其实以前的流行 其实他就一个巡回 他就会一直在身上 小时候 因为我觉得跟人家一样 就很不一样 例如说小学的时候 我就会穿 例如说袜子对不对 小时候不是要穿白鞋子 然后穿白长袜吗 我就会 也是白的还是黑的 都是白的 然后到长大 就会穿不一样颜色敲叉 那时候我穿白色袜子 到那个短袜的时候 大家都被抓 只有我没被抓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训导主任 以为我脚受伤 他有一只脚 你有一只脚 特别黑 对 他以为我脚受伤 所以他就没有 可是你不知道 你知道 我跟你讲 时尚的重点是什么 是什么 态度 是让别人 对啊 他知道 你穿得很正常 但跟大家一样的时候 没有人会关注你 那叫制服 我们时尚跟时在很大的差距 对 所以时尚不时在 时尚其实就是要吸引人家的目标 会有一种 你知道 什么叫OK 一个OK 不够 两个OK 当然两个OK 装在一起就是时尚 加起来就是 好啦 没有光只是说 借我们看一些照片 好 来 我看一下 你看我年轻的时候 我年轻的时候 哪一个是你啊 我参加舞蹈比赛的时候 我那时候在这里 那是你 对 我们那时候那一年得到全 300多个队伍 我们得到全国的冠军 真的啊 好强 对 我那时候大概18岁 18岁的时候 那个白白的是造型 对 白白的是造型 然后这时候 以前很流行景深跟贝蕾帽 对 而且不能正戴 一定要反戴 反戴 那这个是潜水衣吧 对 韩版 景深 好不好 专业一点 可是我刚刚真的以为 这个时候你是当兵的时候 什么陆战队 然后就要挖人服 曾经出道过的一个团体照 是 对 然后要穿景深的 然后身上有电路板 但是我们还要做地板动作 然后电路板都会压到身体 然后起来的时候 那里面都会流血 有印子 然后我们那时候的嘻哈 我们那时候团体的嘻哈 你看他就是穿各种颜色 大裤子寬 在哪里 这个我在这里 有耶 老师 其实你这么 当然都很好看 对 可是你怎么跟以前长得一样都不像 当然 有去韩国一趟 这是你 对 这也是我 一趟就有这么好的效果不容易 没有 我是去菲律宾啊 好多个地方 那时候不流行韩国 没关系 我往北飞 往南飞都有感觉 而且以前我以前除了跳舞之外 跳舞在之前更流行的是什么 什么 溜冰 冰宫 以前 我跟你讲 我们以前一定要穿着 你知道吗 紧身裤 然后穿拖鞋 藍白拖 然后把那个改装的那个鞋子 放在我的肩膀上 然后去冰宫里面溜冰 其实以前我们的不像这样子 以前我们是只有买这个底座 铁的 贴的 对 然后这里你可以自尊鞋 或者是白布鞋 有没有 像Vance的鞋子 然后把它自己穿动 然后最重要是 那个轮子还要画一格一格 在刮的时候会有 咔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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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shion 那你都拿来挂在哪里 脖子上 可是这样敲身体不会痛吗 不是啦 这开玩笑 流行哪有那么多在意的东西 而且重点是 代表他买得起 对喔 那也是一个炫耀的表征 这是一个符号 就像你看嘻哈歌手 戴那么大的项链 你以为他真的是锁车轮吗 对 他就是要展现他 那个都挂到那要去推拿 对 现在这前两年很流行的 超级尺寸 你看我以前我们穿嘻哈的时候 我还永远记得 我们都要去成衣店买那种 4XL 对 超大腰的 4XL 然后大到一个炸掉 然后你知道回家的时候 我最怕什么 我穿那个裤子最怕什么 你知道吗 最怕那个一袋断掉 那我掉下来了 完全 直接到鹅鸾鼻去了 我跟你讲 就要去 而且我觉得那时候 而且穿那个裤子 有一个我们自己唯一讲究的 裤子什么品牌都没关系 内裤要凯文可来 对 没错 凯文可来 对 就是为了那一条 对 C A L 对 而且一定要露出来 对 所以因为你知道 就算皮太断了 只要里面是凯文可来 OK 算了 整个掉下来只要是凯文可来 凯文可来 而且通常内裤穿的 没人看得见 对 大家都看到了 你凯文明海 那时候以为 那时候十七十八岁 那一条要一千多块 是不是只有那一件 没有 我有两件 我可以穿一个礼拜 没有 亦凡就是发挥那个 家庭主妇的概念 对 会不会只有那一圈 那个松茧带可以看 对 后面那个全部都过去的 其实老实跟你讲 我是买白的一个 然后自己画 好 英文字母自己写 辛苦了 我跟你讲 你真的花很多心思 你不知道你以为 要花心思 亦凡 好 换我了 我们那时候呢 你的照片 对 很漂亮 哪有 你看我 你首先注意我的脸部 那个柳叶眉 是我们那个年代 高中时期 大家都维持疯狂 你那是高中 对 都要剃超细 然后这边要画一个角度 这样卡下来 那时候抠抠力 有没有一出来 那个柳叶眉这样好漂亮 所以我都把我眉毛几乎剃光 然后是用画的 这样看有像李文 真的有吗 她好开心 因为我那时候大偶像就是她 你喜欢她 然后我们也要垮裤 然后也要刚好 没有到鵝鸾鼻 我大概到抖六而已 真的吗 因为我们女生不能这种 对 太多 对 就是要刚好卡在那个 就夸那边 然后一定要戴这种粗皮带 可是那时候我就博肯鞋 现在不是又开始 又流行啦 又回来了 博肯鞋 所以这个就是以前高中的装扮 然后要穿这种反折牛仔裤 有没有 然后CAMPER CAMPER那时候 那个鞋 对 然后我也是存好久 去打工才买得起的 然后我以前都很乖 所以头发就还算中规中矩 因为我额头很高 所以都要留一个 就是小刘海 妈妈你懂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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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对 额头高 稍微折了一下 然后CAMPER那时候也是大旁分 所以我都是模仿她 然后后来呢 大一点我就开始有点叛逆了 我高三的时候就觉得 我受够了 为什么要那么压抑 所以呢 我那时候就很崇拜那个内田有记 哦 内田有记 还有酒井法子 他们都是那种有点五官立体 然后有点混血 然后那个头发都要染 有点棕色金色 然后眉毛也是 就是眼睛画很大的那一种 然后有一天呢 我就自己冲去髮廊说 请帮我染一颗金髮 我就去挑 这是橘色的 就是照片可能有点变色 可是它是金色 我是金髮 然后就把它剪短 因为我爸 我爸就说女生就是要这样长指髮 结果我回去的时候 我生平第一次被罚跪 就是因为这颗头 没有我爸说 你爸以为你是小偷是不是 不是 他说你好好一个女儿 你刚好把自己搞成这样 他觉得这样很丑 然后他叫我去跪 然后去思考说 为什么要把自己人生搞成这样 有事啊 是不是 那天有气啊 但真的通常爸爸 应该都没办法接受 他没办法 然后通常也剪了 颜色也变了 我爸做了什么事吗 真的啊 他就拉着我去 帮我染髮的髮廊 就说 谁帮我女儿染这个头 要去告他 我要告你 天啊 然后 我觉得很丢臉 我就一直哭 我爸不要这样 然后他就说 没有经过我们大人同意 他未成年 你为什么可以帮他染成这样 然后所有髮廊都傻眼 想说为了一颗染髮 你要告我们 然后我就说对不起 然后又把我爸拉走 然后因为我那时候高三 然后我本来是被选文 毕业生制达词 就是你毕业生要这样 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然后因此被换缴 你这个头发不OK 对啊 然后我爸真是气炸了 他就说你看看你 你把你自己人生搞得一塌糊涂 对 你把你人生搞得一塌糊涂 这句话真的 对 你爸爸会这样子喔 我爸很元素吗 你爸爸不是很吓趴吗 他自己可以这样 他就不让我吓吗 你妈妈吓趴 你这么疯狂 我把你人这样子尖尖的 你爸爸会这样子 要我到模范生 合理吗 爸爸 不要开玩笑了好不好 让我模出自己 就那句话 Do as I say Not as I do 对 爸爸可以 那你不行啊 而且你还要上台做那个 优良学生制服 对啊 你当初染以前没去想过 这个不能上台喔 因为我同学都有染啊 我是最完染的那个了 我已经整很久了 你以为校长是OK的 我想说大家都OK啊 对 好啦 你会不会觉得你优良学生当选 可能就是用一头黑发吗 对 唯一人要 很黑发 很黑发 对 学校放棄 过国仅存 随便啦 好 谢谢精彩 不来你 我好期待看你的 绝对是啦 人家的青春鱼籃继续籃 不来你我好期待看你的 绝对是啦 人家的青春鱼籃继续籃 哇 从以前就很爱漂亮 好十名喔 然后以前的 冰冰服饰有没有 对 那个那个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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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一套就是 我为了买这一套 我爸跟我说 你女孩子穿这样子干什么 很贵的一套 心理汽车的 我跟我爸说 对像兄弟汽车有 我跟他说你不给我买 我跟你断绝 父女关系 这口气这么大 很贵吗 那时候很贵喔 那时候很像三千五 我告诉你 那就是三千五 像现在的三万五 对 那时候冰冰服饰一出来 就是那个时候的价钱 如果服装来讲的话 我都买他们家的 一共五千元可以买一个房子 买一个 买一个 在哪里去啦 你哪会 不是 没有啦 然后我爸爸就说 女孩子不要穿成这样 所以后来我就改穿成这样 很时髦耶 很时髦 那时候这个鞋子是AS的 设计师应该 有 那时候我为了要买一双鞋 搭飞机 从花莲 我小时候住花莲 搭飞机来台北拎这双鞋 你是不是知道你那一张 那个 那个是韦斯牌机车吗 是的 你那一张照片从我这边来看 很像欧阳飞飞 对 超像 我要是没有记错 我记得我有看过他 一张这样的宣传照 人家可是 最有名的 对 Superstar Superstar 他是带领所有 引领所有时尚 亚洲 对 亚洲 在那么多年前 他就已经是 你知道吗 可是你那一张又像林青霞 对 我女儿就说妈 对 人家林青霞 人家林青霞 为什么插一个字 插那么多 有吗 我跟你们家女儿说 你告诉她说 你说你布莱尼有这个女儿 要比林青霞更幸福 就是 对 然后他每次都 那那边好 可以有秀秀 就是瓜哥的前妻 对 还有张青芳 对 还有你 那时候因为 我们都有去做公益 到台大的安宁病房 我们一起做公益 我们三位 还有 你连做公益都这么时尚 很用心 很有用心 我这辈子就是醒过来 我跟我妈讲说 我醒过来的时候 一定照镜子 不要吓到自己 对 听说那一次你们的那个 跟大家会见以后 很多病人都好了 都康复了 心情很愉悦 在吃蛋还有没有下一招 喜乐是最好的良药 好 感谢主 好 还有照片 继续看 那这个是以前 因为个子比较矮 没有办法 你看那个旗婆 我一直向往当模特 有 结果后来变成模特 有没有 王世佳的模特 然后因为太矮了 我才161 然后这是陪爸爸去打高尔夫球 然后穿这样 没有 我爸说你穿高跟鞋干嘛 你把人家那个 不合理啊 你把人家锅铃都踩一个洞 踩一个洞 对 我说那很多洞啊 你们随便打都进洞 那这是以前走秀 我不能在那个大的 但是我只能在走 比较小的秀 我只能拍照的 你有走过秀 也很酷耶 这个是我怀弟弟 这思佳 郑妹妹 儿童乐园 对 还是动物园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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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在壁坛 我们带上去壁坛 那这就是很冤枉的老王 他很但是又无 但是又 又何耐 何耐的感觉 老王啦 这是我们家的老王 我发现有一件事情 我觉得那个姐 你那个到带孩子去 儿童乐园 你还是比较注重自己的形象 你完全没有让小孩子 遮的感觉 因为啥啦 小朋友完全遮不到 因为小孩很小 然后妈妈肚子又很大 太美了吧 一定要这样子 你怀孕还可以穿这么漂亮 我还穿迷你裙 真的 可是你这个洋伞子 这搭的就好完美 太漂亮了 真的 那时候我朋友去欧洲 给我带回来的 那个刺绣的那一张 还有这张 这个最厉害的 我跟老婆 订婚的时候 你订婚长这样 对啊 现在婚了 这太美了吧 这张其实远看 跟思佳很像 可是我觉得我比他漂亮 对 还有没说的 对 那一共你生三个小孩 三个小孩 你有注重食尚给小孩子吗 就是他们 有啊 他们每天早上起来 都要绑头发 我一定要帮两个女儿打扮 然后她每天换不一样 然后配合衣服 所以她在节目上也讲说 她小时候我一定要 每天要跟她换不一样 每天都穿公主装 我说思佳 你有今天的舍美观 然后有今天的Sense 也是你妈培养的 好吗 对啊 然后思佳就回你说 妈 我知道舍美观很重要 但是我不能每天都中午才上学 为了打扮 欣诺牧师 多热闹 来 你身为牧师 那牧师在台上一定 你们的衣着当然是有规定 可是你会不会觉得 有的会友来上 来做礼拜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要求 是啊 其实 首先我要讲 我今天超开心 听你们讲的 我觉得好欢乐 好像回到我年轻的时代 所有流星的东西都出来 对 那当然就是说 因为牧师的角色 其实我们穿衣服 一种是为了自己想要 对 对不对 然后一种是有需要 很多人对你的角色的期待 对 所以很多人 我还记得我十几年前 被安妮成为牧师的时候 很多人就说 这么年轻可以做牧师 对 然后可以这样穿 那当然听这句话里面 可能就有听出两种声音了 有一点刺的感觉 对 一种声音就是说 你怎么会这样穿 打破了我对牧师的形象 那你可以 那你那时候是怎么穿 牛仔裤 我大概就 其实我就 其实我的穿着还蛮特意独行 就是我喜欢我想要的东西 OK 好 对 那当然我上台 我一定会为了台下的这些会友 我会穿西装 好 对 但是我一般的时候 我还是喜欢我的穿着 原来的样子 一般来讲做礼拜 像我们家的传统是说 要穿得比较好看一点 是 尤其是在国外的话 你知道就是 一定要穿西装VT 对 西装VT 一定是非常非常实际的 对 然后有一些家庭 他可能就是 妈妈会有特别一件 叫做他的Sunday dress 他只有在星期间做礼拜 可以把他最好的洋装拿出来 是 因为很多家庭主妇 平常的生活是 对 比较这个 简单 简单 简单的 对 对 所以他其实跟世代 也有一些关系 对 我记得我小时候在美国的时候 确实就是 全家都要穿着西装 穿着Dress去 对 那回到台湾 我觉得也在 时代也在改变 所以到了我们 这个世代的牧师们 其实已经没有这么 要求 基本尊重要有 尊重一定要有 好的 那我今天 因为刚刚讲到很多的流行跟时尚 其实布兰宇 你知道你刚刚第一件 那个Bang Bang 我小的时候 我记得印象中 有这个牌子 因为那时候电视上广告 都会一直做Bang Bang Bang 你知道你这一套衣服 其实现在 我几年前我自己也有买一套 当然已经不是Bang Bang 可是呢 就是一样的 它是整个都这样子 对 也应该说复古风 复古的 有点像是 复古牛仔的风格 大喇叭 大喇叭 然后拉链从这边一路拉上来 对 然后上洗手间很麻烦 对 对 连身的是很不好穿 很难上厕所 你刚刚那个 你看 这个是帽子 对对帽子 可是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头发想到什么 如果它是头发 有没有像披头四 披头四 对 你们是几个一二三四五 你们是披头五 披头五 好 然后你看 这个是谁 他的头发有没有 有没有一点也是披头四的头发 我知道 这是不同的人不同的样 这个是后来就大庭广众嘛 广众哥也就是类似这样的风格 也是类似嘛 对不对 好这都变成招牌 然后呢我从小呢 我没有留过长头发 因为我妈妈很喜欢奥黛利赫本的那一个 罗马假期 然后呢 我从小就被剪这个头发 很可爱 不太精神了 可是我没有卷我是直的 所以其实跟它有一点像 一点点 还是你没有旁分 因为它有旁分 它有旁分 反正就随便分 因为头发只要没有掉进去 就常常这样 可是我自己也就察觉 就是说其实 大家经常很多时候 我们其实同样的一个型 只是会有一些不同的呈现 对 是不是 那我们先看以前流行过的 以前流行 是的 你们来看一下 国同时代流行过的时尚关键词 我们从1960年开始了 好 那刚刚我讲到了贺本头 OK P头4 然后另外就是迷你群 对 那是60年的所谓的一个时尚 是 70年 法拉头 法拉头 外选大 你们认识它吗 这叫法拉头 在国外 它是菲尔法斯的 你们知道以前有一个影集 叫做Charlie's Angels 有 查理氏的三个天使 他是其中一个 第一代的吗 第一代 最早期的 那时候我还很小 可是重点是 头发多美啊 真的 难怪那时候有一些日本的歌手 来 布莱尼也有 来 没有 我这个本来就是法拉 然后我就把它绑起来 因为要穿礼服 所以就把它绑起 你有天法拉 对 以前 也是大波浪 然后每天睡醒就要去洗头 因为怕我的卷子乱了 好 来 法拉头 嬉皮文化 就是喇叭裤 民歌浪潮 还有Disc Disc 对 大喇叭 回想一下 好多 1980年 喇叭裤就继续延续下去 其实嬉皮就带动了喇叭裤 是 店间西装 对啊 还有最有名的半屏山 太重要了 真的 虽然这个时候我们认为 你们认识这一位吗 她 主播嘛 主播嘛 是 虽然她很年轻 1980她应该还是学生 可能刚刚入社会 但我们还是觉得 她的半屏山 可能是我们国内 最具有代表意义的 对 有没有 下场可以吗 非常重要 女生叫半屏山 那时候男生叫斜旁克吧 对 就是单边然后斜旁克 对 也是类似半屏山 你有没有剪过 我有 开玩笑 因为那时候我们还有法径 对 一解除 真的吗 对 法径一解除嘛 对不对 那就可以开始 你也有过 有 然后法律箱这样喷 固定它 然后抓几根 然后东袋怎么吹都不会垮 对 而且那时候不用 骑摩托车不用戴安全帽 下车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喷法律箱 你头发往后吹嘛 我那吹本来是 整个往后 就往后拉 好忙喔 而且你知道那时候骑摩托车 因为留这个斜旁克 就是一边是短的 一边是长的 所以你看到所有骑摩托车 都歪一边去 震风震风 然后风吹别人的时候还硬转 怎么骑啦 也算是一种setting的过程 setting 就风都帮你晒好了 对 好 我们还是觉得 亚晴姐的半屏三一年 真的 经典 继续看下去 日子过来 90年了 1990年 港星的风潮 对不对 他们来就会带来很多 最新的国际间的一些时尚 然后呢 羽毛俭 谁 France里面的珍妮伯安尼斯顿 他的这个头发一直是他的招牌 他现在更长一点点 那他这个羽毛剪 当时是很多 我大学同学每个人都要监狱 对 Anyway 然后呢就是嘻哈街头 郭富城 中分 麦当劳 那一阵子大家都 男生都留中分头 对 然后小虎队 对 好 2000年就是Y2K 玉米须 还有李子桃 玉米须 玉米须 这个玉米须 太重要了 他少了一个109辣妹 我们那个时候大家都要就是穿那个半筒袜 然后裙子要折很短 然后他是一个像大象泡泡袜那种 那种泡袜 有有有 也是 因为我们高中全部都穿那种 然后我里面还要黏双面胶 因为他就被我家属都会这样 然后脚都过敏就还是要黏 对 皮都快掉了 年轻不怕修复得快 他是因为那个有个电影叫做那个 Dirty Dancing是不是 就是他是跳舞的所以才有那个袜袜 好像是日本109文化来的 那是另外一个 然后擦黑黑的 好 你有擦黑黑 有啊 所以故意买那个有点颜色的那种 隔离霜 然后把自己涂黑 然后穿那个泡袜 然后这边折起来 而且眼睛这边在画白色的 对 把这个擦意性放大 你爸都没有要封了 我都是进学校才弄的 好 然后 OK 然后现在就到了2010年了 韩系欧巴风 OK 欧巴欧妮 然后快时尚还有潮牌 对 所以这一路走来 其实改变真的还挺大的 OK 我可以分享一几张工作人员 准备我的样子 好想看 好想看 这是我刚出道的模样 很漂亮 很美啊 开心 然后这是我北一女的照片 感觉心事重重 嗯 因为头发被剪掉 头发都要穿这样子啊 没有 这是我自己剪的 我自己修 然后那个时候拍大头照 他们说不可以笑 他们说北一女拍照不可以笑 我就没有笑 想当年 一看就知道不好惹 蛮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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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狠的 然后这个是我去访问 那个皮尔斯波罗斯男的照片 哇 有没有羽毛卷 有没有羽毛卷 羽毛卷 太有什么羽毛啊 太经典了 很好玩 其实看以前都觉得很好笑 其实好来笑一笑 谢谢大家 这也是每个时期最流行 是啊 当下真的不会觉得 真的 当下还是会觉得 当下觉得自己最好看 最好看 像以前我那个半屏山 我老公说 他说你一定要这样 因为我老公是公务人员 一定要睡觉 然后每天早上就像 阮波老师一样这样喷喷喷 他就说你一定要这样那么高吗 我说因为身高不够高 所以头发要高 人家做法官 你这样子如果去办公室找他 他会不会觉得说 他不让我去啊 我觉得 他就说 聪明 睿智 你是谁啊 你那样子的髮型 在你们新店 也算是护国神山 没有 那时候在台中 台中 台中的 更厉害 大层山 对啊 所以我一出去人家说 让开 让开 那一个半屏山来了 妈咪一定都撒过亮粉 因为我小时候去洗头店 他们都会撒亮粉 对 我就是撒过亮粉 有时候要端菜给小孩的 所以我老公说 这什么 我说 没有 胡椒粉 金色的胡椒粉 好 最后是这样 好了 继续 好了 讲到了那么多之前 现在我们请专家小娟 来跟我们讲 现在年轻人的流行 其实今年 应该是说 每一年的流行资讯 其实就像你们刚刚讲的 都会回溯 其实不管是60 70 80 其实到了现在2023 我觉得每一个流行都还是有在2023 还是都看得到 我可以稍微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像今年流行的一些重点 好 然后我有大概归类了五个 像剪裁上面的不对称 其实这个在去年就已经有流行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今年的很多流行上面 其实它会越来越夸张 越来越极致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中性反差的穿法 很多男生跟女生 其实现在很多穿着也都没有在分性别 现在的穿着 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其实他们都是男生女生的 都会逛 然后也都会买 然后也会比较彩于中性 也没有说一定得要穿得多 紧身之类的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蕾丝 早在以前大家都会觉得蕾丝的东西应该是 女生 其实今年有一个很大的创举 蕾丝跟透沙已经出现在男生的身上 对 应该帮你准备一套 我必须要跟上 这不可以错过 你看像这个 好看啊 对 其实应该也是中性的关系 就算是国际上面的秀 你会看到很多男生穿女装 对 其实越来越强调中性的趋势 所以有很多素材 其实它也会运用在男生身上 像你看另外一个像这种中性反穿的这种 也是会有女生穿比较男生的西装 这件背心好像有就一件 是不是 那应该有两件 对 其实也 其实也是因为快时尚 其实现在流行的各种各种风格 你都可以在快时尚的店里面 马上可以采买到 或者是说你可以找到自己流行 自己适合自己的风格 所以其实你要说每一年流行什么 其实我觉得像早期的年代的风格 会比较多 看得出来那个差异 但像现在这几年 其实已经都没有了 其实我觉得反而是每个人 你看像不然你 他就会有他自己的风格 有 是像藍波老师他就有自己的风格 所以其实 所以其实今年的整个风格来说 我觉得应该是说我们有回归 像今年还是有回归80年代的一些东西 像迪斯科 就像刚刚萊波老师 你讲的那个溜冰鞋的那个所有的风格 其实在今年都还会再回来 现在又要挂溜冰鞋在脖子上 是的 之前的 之前冰宫有一阵子都消失了 对 这两年又回来了 又回来了 其实我个人也非常期待 因为我小时候也是非常爱跑冰宫 然后就是非常期待那个四轮的 对 对 风格 赶快再回来 四轮是真的比较少看到 四轮非常红 又红 又红起来了 四轮跟独排轮 直排轮 直排轮有什么不同 四轮的部分看起来容易 但是他其实来讲 他要靠前面的刹车做一个直擦 对 直排轮会比较像skid 比较滑雪的感觉 他其实比较容易 对 没错 然后稍微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应该是说2023年 像现在年轻人会穿衣服的风格 大概是 通常会有那种全黑造型 其实我今天也是故意穿了一套全黑造型 设计师都穿全黑 很惯 设计师呢 我跟你讲他一走进来 我想说这时髦的美妙是谁 那底下的剪裁真的 好 谢谢 好棒 其实因为我们的工作之前是造型师 我们也通常几乎衣柜打开都是黑色 也是为了工作需要 设计师一定要穿黑色 因为我们看时尚秀 最后走出来羡慕都是全黑的设计师 其实我觉得也应该是说设计师真的很忙 也没有太多时间选自己的衣服 所以通常就黑色 好 可以穿就先穿了 所以其实很多设计师 大家都是以往就是穿黑色 不管是在幕后台前 对我们来讲工作会比较方便 然后我有看到一句话 就是有一个设计师他提醒 他说成功人士 因为设计师你如果主持 你有这种大秀 你就成功人士 他说成功人士呢 他想要的是更有效率 没错 所以呢他不再穿很潮 然后他穿衣服就是你刚才开始讲的 他只是要表现出自己的独特性 而不是去取悦别人 没错 这话太棒了 所以所有的设计师 你看到不是常常全黑 我现在换黑的 我里面是黑的 我里面的黑 没关系 穿教也是成功人士 成功人士 不担心 大家看 玻璃心 我今天就有准备像年轻人 有各种不一样的黑 有 是 但事实上都还蛮好看 尤其是今年很多女生 会开始穿半截的背心 然后外面再加超重的大外套 有 所以这样也是完全展现出一个 完全流行趋势的风格 所以黑色是确实 各个年龄层都可以尝试 然后今天一开始 藍博老师你不是那个裤子 你就说你会皮带断掉 然后裤子就到了难度 对 其实现在开始也是流行很大的 宽大的 是的 来 这边后面就有一张 果然 对 超宽大 就街头风 也因为就是所有的街头 不管是音乐 不管是像我们现在流行的 所有的网路的趋势 我觉得大家接受流行度的东西 越来越广 有 所以其实像今年就是一个很反差 不是穿全黑 要不然就穿那种超级影光色 对 对 所以现在的很多年轻人的 也因为品牌的选择更多了 还有很多什么电商网路的品牌 所以现在可以尝试的东西 有越来越广 对 然后其实这个也造福很多人 因为其实有些人的色 大家本来就很差 对 然后会人家 会人家嘲笑说 你看不懂你的颜色吗 对 但现在反而变流行了 就不担心了 随便穿 对 而且今年还蛮多是那种一套一套的 你看很多运动服 它都有整套颜色 有啊 对 都是配好的 而且还是亮光正常 是的 谁怕谁啊 对 晚上不用开灯 都看一见 没错 所以其实 应该是说2023整个所有的流行趋势 我觉得应该是说 看你适合穿什么 从你在购买衣服的当中 先尝试看看 各种风格都轮过一遍之后 我相信每个人都会穿出自己的很特殊的风格 对 是 好 那说到时尚当然有聊不完的话 尤其如果大家是同好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快乐的一个聚会 可是也不可否认 就是有的时候 各位是引领风潮的 所以呢你的亲朋好友 有的时候看到的时候会看不太懂 所以请问 如果你真的问 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问号的时候 你会怎么回答 蓝波老师先 没有 有时候我们去演出的时候 其实应该讲说 我们在工作的过程中 平常如果在工作的中 我们会分成分成两个 目前工作跟幕后工作 如果像我在幕后工作 有时候做编舞 做导演的时候 我就会穿的全黑 因为真的因为 小量的方法 除了专业之外 更多的是你在旁边盯台的时候 看演出的时候 你不会因为你身上的色彩 被观众看见 没错 在工作的时候 黑色比较隐藏一点 而第二个是来讲说 我们做表演工作来讲 其实是在泡沫这一位 sport star 对 所以我们任何人 都不会想要抢过他 所以我们要低调 让他是最好的 这也是我们的专业认知 然后如果 目前来讲的话 当然我觉得对于男生来讲 女生更辛苦 就女生在录节目的时候 常常会被要求要穿的 比较有线条 然后男生就还好 可是我觉得男生最起码 你给观众的感受度 要很强烈 例如说你给观众 像我们就会希望说 给观众看起来最起码 容易辨别你是谁 现在其实不要求你很多 花俏多时尚 像我这个年纪 如果你是年轻人 可能会引导流行 但是我们这个年纪来讲 我会觉得 其实只要让观众很清晰的 可以认出你是谁 或者是觉得你穿着很得体干净 那就好了 那就是你的名字 对 所以我觉得是每一个人 给自己的定位不同 所以也不用太 像我自己觉得 就像我常常跟我的孩子 或老婆讲说 我现在去穿潮袭 有点像大朋友 穿小朋友的东西 所以我们只要穿出自己 舒服的感觉 让观众觉得 看起来舒服就很完美 就很棒 好 我有察觉 你最近好像对于这个 头发 头巾的 头巾 因为我这样子 我觉得还是要问 对啊 而且你头巾都绑得好 你知道 我有试着这样反过 我有试着这样反过 他绑一绑他就 对 我也会说 年一年 还是你有年交 不是 因为脑袋有问题 而且我想 随着年纪你知道 有一些 有一些会有点掉下来的 脸部 可以借我这样子往上拉 很来不及 而且你知道去日本 就不用电坡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 你去日本拉面店的时候 你看到他门口只要挂上去一个 好 开工了 所以我只要挂上去 开工了 营业了 那我觉得其实 我自己的真的希望是什么 应该讲说 艺人就是有一个标志被记住 对嘛 每年给大家有 然后晶云我觉得 刚好我一个朋友 他们做了这样的品牌的东西 然后我觉得蛮适合我的 我觉得你很适合 对 就是给 我可能没什么改变穿着 但是我可能搭上一个头饰 让观众一直被记住 他既然就有戴 有戴头盔 或者有戴头戴 这样子 他的一个形象 增加一点脸部的颜色色彩 对 没错 好 依凡人家看不懂你 你怎么回答 我觉得其实我很容易 被周围的人影响 像我最近又被我女儿影响 因为我女儿也十二岁了 他对自己穿着超有想法的 他就是像老师讲的 会穿短短的那种Tap Pop 然后外面大外套 然后爸爸在的时候 他就拉起来 一去学校就 就这样子 然后他会跟我分享 那因为我们俩现在 尺寸是可以共穿的 所以我也开始学他 穿那个短的上衣 但是因为我们生过小孩 肚子难免比较松 所以我的哲学就是呢 不管你要follow流行 或是你要穿出自己的品味 我觉得要把自己的状态弄好 是最重要的 不是衣服穿你 是你要穿衣服 然后还要看场合 那我觉得 像我之前去画展 就有一个辣妹 辣妹这样 身材非常娇好 然后他都穿就是 露南半球的那种常礼服 然后呢 脸也是跟老师一样 非常精神 然后看着画展 他从头到尾都这样 然后就露南半球 我就觉得 没有看场合穿衣服 对 因为他没有穿出来 才会落枕 对 老师是 虽然大家看他都 但是我会觉得 就是要看场合 看时机 还要看年龄去呈现这样 对 然后呢 我们这边等一下 我们有一段影片 要一起来欣赏一下 来 请看 看见到哪个路口 看到布兰妮耶 布兰妮 那你对妈妈的穿着有什么意见吗 我没有什么意见 我拿盖有什么意见 给她建议咧 不敢不敢不敢 妈妈继续哦 colorful下去哦 好不好 绝对不会阻止你的 我觉得我的亲 就是在22岁我结婚嘛 是 然后就我一路走到家庭了 那我为了要弥补之前遗失的那一段 所以我认为说我的人生 我只要活得高兴 但是我得体 但是比如说我要去参加宴会 我会穿得比较高贵 然后比较 不会比较庄重的样子 但是我如果今天要来这里 很愉快的地方 我为什么不让我自己愉快呢 有啊 对不对 颜色要缤纷啊 但是有时候我也会穿 像设计师老师这样子的 但是有时候有年纪了 脸色又比较那个 所以我就尽量 让自己比较亮色心一点 像我本来今天要穿黄色的 我儿子说 妈 你今天变香蕉了吗 就是这黄色的西装长的 其实今年也是黄色跟紫色啊 对啊 就是各种各种颜色 要看身份 你不适合 不会 然后我觉得就是说 像女儿讲我 我也很高兴啊 不然你要这样子 所以我的音名叫 布兰里 要怎样呢 我只要活得人生快乐 我不影响到别人 不然你看 我一个年纪那么老了 然后有节目愿意让我来 我要分享就是说 妈妈的愉快 太太的愉快 我觉得她讲你 虽然听起来 感觉好像有一点点反諷啊 但我觉得她是高兴的 她很高兴啊 她非常的高兴 她有这样的基因 每天我到她家 她就跟管家说 看我妈今天穿什么衣服 然后就把门打开 对啊 对啊 很漂亮 我觉得她是引以为傲的耶 是的 可是你知道有一句话就是说 女为乐极者容啊 我觉得应该是为了乐自己喜欢 自己开心而容 这才是最重要的 真的 你可以感染周围所有人 没有 我每天开乐 我每天有一个穿衣镜很大 我早上起来就衣服换来换去 我今天喜欢什么颜色 我觉得我的人生这样很快乐 对啊 小娟 我们的观众今天想要找出自己的风格 那请问有没有什么建议 小娟 我们的观众今天想要找出自己的风格 那请问有没有什么建议 应该是说先把自己的 不管是头发 妆 大概是什么样子的风格 有些女生喜欢走那种像日系的 她总不太可能再去穿 可能又更欧美的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应该知道自己的属性 了解到自己的喜欢的风格 不管是欧美或是日系的 再去挑选一些单品来搭配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价值 跟每个人就是塑造出来的形象 当然每个人每天都还是可以换 可能我今天心情比较不好 我可能就穿比较暗色性 可能我明天就心情非常好 我明天就开始挑战像这些 非常颜色的颜色 所以我觉得穿衣服好像也是在 述说今天自己的一个心情 让周遭的人看 当你穿得很漂亮很特别 或者是你今天特别改变自己 大家都会觉得眼睛一亮 都会问说 你今天穿这样超好看的 那从这当中的互动 你就会知道说 自己好像还蛮适合这样子的型 所以就可以开始找出自己 比较适合的风格 好的 是的 杏仲牧师穿着反映出人的自我形象 那我们应该如何健康看待流行跟穿 那甚至于就是在于花肺的部分 然后名牌与否 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它 其实今天我们在座 其实都已经走过了这些路程 走过这些春夏秋冬 所以大家在听 特别是比较偏孩子 特别是十几二十岁 在听我们讲的时候 其实他要听这个过程 对 因为流行其实是一个 我想流行有点像认同感 对 在一个世代里面 就有一个世代的认同感 是 那所以我们相信 就是很多孩子们会想要 找寻认同感 但是千万不要找过头 对 在他的资金不够的状态下面 但是他就要追寻别人的认同 所以他可能会一个月都不吃饭 对 他就为了买那一件衣服 那可能就是有一点 没有穿出自己风格 他其实是为了别人的 对 那其实穿衣服跟自我形象 是很有关系的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人 可能会穿一些slogan 在身上的时候 他其实想要穿出来 是表达他自己 的内心的一个呐喊 那所以很多的时候我觉得 随着像小军老师讲的 其实随着心情 其实也像怡萍姐讲的 不要只是为了别人 取悦于他人 对 其实很多时候穿衣服是为了自己开心 这件事情很重要 我赞成 对 然后穿出自己的style 而不是说大家的style 所以我们刚刚说 最近好像也军工装也在流行的时候 我发现怎么每一个人长得都一样 对 然后回到街上去看到 每一个人穿的都一模一样的时候 他已经忘记他自己 对 所以我很喜欢南坡老师讲的 找一个辨识度很高的东西 对 让别人能够看认识你 对 所以一个标志 其实跟你的personality 全部连结在一起的时候 可能人家认识会更多 对 所以我觉得 在流行跟自我里面要找去一个平衡点 这是真的要认识自己 没错 才能够穿出自己的风格来 没错 然后所有年轻的孩子们 真的就是不要用 好像看到别人一个商品 就是要用尽全力去买 盲目追求 对 盲目追求 这是不好的 而是应该知道说自己真的适合什么 我从小就很喜欢自己穿衣服 然后其实偶尔我会拿自己穿衣服 因为就是有一段时间不是 像现在还是超大 对 然后我会让我个子也够高 所以会穿到很垮的裤子 然后穿很大的衣服 然后人家就会说 你怎么会穿这样 然后我就说 盲目追求 漂亮 你答得很好 可是 对 可是我要讲的意思是在于说 因为我穿的时候 我自己觉得很有自信 对 然后当然我也会得到一些赞美的声音 然后为了这一题 我今天也跟各位分享一下 就是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华人设计师 叫做Alexander Wayne 他的中文叫做王大人 不是你大人 王大人 然后他就曾经有表达过 他说其实呢 任何人都可以穿得非常的光鲜亮丽 但是个人品味 其实是流露于你的日常穿着 所以意思就是说 你不要以为你穿什么样子 其实别人都没有看到 但是你是真的应该透过日常的时候 把你真正的样子表达出来 但是也有一个建议呢 就是说 其实事实上 我觉得干干净净 利利落落 对 落落大方是非常重要的 对 没错 所以如果你现在还是年轻人 然后呢 亦凡讲的把身材弄好 其实什么都会最适合你的 OK 引领风潮 让你变成那个不同的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太好了了 太好了了 太好了了